各位朋友大家好 台湾5到6月 能招售Omicron病毒室内 连有俄乌战争的爆发 却有一群不怕险阻困难的和平石子 愿意搭飞机去瑞典土耳其 参加联合国籍办 斯德哥尔摩50国际环境会议 以第25届欧亚经济高峰会 为的是要传达良心与爱的理念 透过和平的终身唤醒世人的良心 为维护地球环境和平而努力 我们来看看亲访团此行所获得的成果 和平终身响起 为世人带来光明与希望 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 在5月30号到6月10号之间 前往瑞典和土耳其进行文化交流 6月2号到3号 远克国在瑞典举办 Stockholm Plus 50国际环境会议 这个10年举办一次的高峰会 今年主题定为 一个健康的星球 促进所有人的繁荣 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机会 大会相关活动当中 有一场线上与实体的混合型会议 是特别以良心为主题 由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 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三个组织共同举办 在这场会议当中 有来自多国的青年 NGO领袖和联合国官员 发表良心与环境永续的关联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 宏道子博士鼓励所有人应该考量到全地球的共同福祉 当所有的人都能遵循良心的指引 现在所遇到的问题都能迎正而解 只要跳脱自我利益中心取向 以全地球全人类福祉来考量 健康永续 繁荣的地球就有机会可以实现 在瑞典的Stockholm Plus 50期间 特别举办祥和庄严的世界之爱和平总民总 共有11位各国部长 联合国官员和NGO领袖名中 让内心的善心与愿行 透过终身天地共鸣 通过我的生活 虽然我不是完美 这些三个文章我经常通过在我的生活 知识 Morality And Ethics And for me to have discovered I was even reluctant to come here But it's like somebody This lady over there kept on pushing me I'm sure it is that spirit Which has brought me here In Costa Rica We say that the mothers of Costa Rica are the most happy mothers in the planet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ir kids their son will never go into a war Because there is no army They are very proud 结束了瑞典的行程 亲访团紧接着又前往土耳其 参加第25届欧亚经济高峰会 由美祥和的孔雀舞 为高峰会揭开序幕 今年的会议 以重建更美好的未来 为主题 聚焦后疫情时代 以及恶物战争 对世界的重大影响 聚集四十多国数百位嘉宾 亲访团受邀进行多场文化展演 武术镇鼓舞人们 在困境中勇敢前进 刚柔并济的剑舞 为世界带来希望与正义 正气凛然的现代侠客 演绎出武术 指歌扬善的精神 青年带来的龙马舞和多首歌曲 让全场跟着振奋起来 精彩奥妙的文化饗宴 蕴含着对爱与和平的祝福 也让现场贵宾感受到欢喜与活力 整个舞台之后的舞台之后 和自然的自然之間,它做了我感到世界全是全的 而當我們全是全的一起,我們會成立的平安 他們真的不是很漂亮,很精神 但他們也很感激,他們都推出人們想想想想想 人生意義的意思,人生意義的意思 所有人都說了所有的記憶體 因为你的承论 因为你的爱情 不仅是生活 也在自然 也在自然 你瞬一眼 我真的很感到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会长 继太极门掌门人 宏道子博士 也受邀参加高峰会 并发表演说 强调良心经济才能永续发展 当良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明白善用资源 以造无四人 世界以四人 这样所发出的良心 经济才能 世代永详 这也将开启人类 永续发展的契机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6月9号大会闭幕 特别举行世界之爱和平中 明中疑点 邀请七位贵宾明中 祈愿战争止息 世界和平 们需要一种交易 如果我们有争论 我们可以找到任何问题 此行亲访团在瑞典和土耳其的会议中 以及观光景点 都向各国有人推广良心时代运动宣言 国际良心日宣言 以及世界公民人权和平宣言 全球联署 所到之处都让人感受到 世界一家亲的欢乐与能量 我认为人们要试试 人们要试试 生活的深入能力 试试试 所有人都必须担心 在丰富的文化响宴和各国的最中生 因为我们都没有影响 所有人都不亏 都不亏 在丰富的文化饗宴和各国的对话当中 青访团的瑞典、土耳其 爱与和平之旅完美落幕 青访团的行脚仍然会持续下去 希望爱与和平和良心 能够升职人心 早日回到祥和安定的世界 6月2日至3日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五十会议 是纪念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五十周年 这也是世界第一场环境会议 现场有上千名来自政府及民间组织人员已会 太极门师徒及疫情国际志工也参与这场盛会 也和以会者讨论如何应用良心教育 以良心为本的解决之道 来培养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以加速生态系统的恢复 其中由太极门以世界之爱和平总会 所举行的世界之爱和平总民众疑点 唤醒了人们的良心 共有11位部长 联合国官员及领导们 冥想了世界之爱和平总 展现了民众者对于全球永续的承诺 与世界的祈福 同行中有黄公博士 对此行波友感触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刘博士的心得 相当幸运地在这个期间 与来自世界各国近百位的师庸师姐 跟随了师父洪道子博士 前往瑞典施德哥尔摩 参加STARCON PLUS50 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 以及爱与和平世界领袖高峰会 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堡 第25届欧亚经济高峰会 邀请各国元首以及领袖 参与世界之爱和平中民众疑点 取下和平心愿 以及宣誓行动 我们也以文武合一的优美文化展演 鼓舞每一位国际领袖跟友人 用真爱力往狂澜 唤喜良心指引 做出和平的决策 善用各种力量来帮助 实践联合国宪章 施行的世界和平宗旨 希望能早日止战治和 原就是风云轨绝 战云密布的东欧地区 5月份在瑞典跟芬兰 宣告加入北 申请加入北约 也提升了冲突的危险性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6月5号 波罗的海展开年度的海军演习 正容相当浩大 有16个国家 7000多名士兵 45艘各式舰艇来参演 亲榜团刚刚完成了 这个plus50的会议 我们刚好在参观 那个博物馆跟港口 在游艇上亲眼目睹 美国海军黄蜂级的准航母 723号 两栖攻击舰艇 也停泊在港口上 就是画面这一艘 而空中有攻击直升机进行操演 游艇一上岸 师傅洪博士就带着我们 在港口旁边进行一场 爱与和平文化的交流 我们演唱着爱与和平之歌 和平助导歌 希望带领大家 能够来进行 良心时代运动宣言的连署 师傅也指导我们 Promoting a culture of peace with love and conscience 用爱与良心来推动和平文化 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就很快地让大家明白 我们为何而来 所以大家心就更自由 跟所有的陌生人 唱歌 交流 分享 鼓舞 有别于民众一点的领袖腰裕 更像是弘扬度人的一种 广结善缘 快乐分享 而种下了一颗颗和平的希望种子 为一触即发的征战怒火 骗洒慈悲沁凉的和平甘露水 此行共有18位领袖 以及部长 冥想和平中 实属难能可贵 而且所衍生的效应 绝对不仅于此 其中一位民众者 近90岁的长者 是联合国环庆毅离创办人 也就是50年前开始举办 Stockong人类环境峰会的创办者 在爱与和平世界领袖高峰会中 抵达会场并冥想和平中 许下和平心愿 令人非常的感动 也彰显了意义非凡 世界之爱和平中的钟顶 涓刻着世界之爱和平宣言 由师父洪博士亲自撰写 祈愿世人早日回到 没有悲伤 没有恐惧 没有战争 没有痛苦的 享有世界 冥想世界和安 冥想世界在和平中 象征一种行动力 民众者为自己 为世界 为后代子孙 许家爱与和平的承诺 期盼世界能和平 也能够借由终生的传播 为万物生灵祈福 祈愿地球生态恢复 世界和平 迄今已有128个国家 417位重要的领导人民众 包括全球49位元首 7位诺贝尔 和平奖得主 以及各国驻联合国大使 各界领袖 第25届欧亚高峰会的执行长 马拉基金会的副主席 就深受民众一点的感动 他哽咽地感谢我们 这种哲学 真正进入人类的身体 这里面有一种意义存在 它不只是一个声音 充满意义的声波里面 不仅传送到你的耳朵 而且通过你的心 它能温暖人心 没有师父勇往直前的带领 不可能有这些成果 我们都明白 事举仍然灰暗不明 毁灭的危机 尽在直止 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奋战不懈 说真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更明白 师父在全球危机 存亡之际 力往狂乱 勇者无惧 慈悲济世的那份 渡人之心 无奈的是 当太极门师徒 数十年如一日 自怨自飞 自立的片房百国 以爱和平文化 来推动和平时 却有凶残的加害者 仿佛用利刃 从背后 刺向勇往直前 祭祀族人的 太极门师徒 我们一直忍痛承受着 冤假出案的酷刑 歧视 以及信仰迫害 等种种人权侵害 长达26年 我不禁止想问 联合国宪章 序言中所宣告的 基本人权 何在 人格尊严何在 平等权力何在 陈志报告 我在这趟行程中 印象很深刻的 几个画面跟细思 第一 一个坐落海边的 国王雕像 这是一位 享有盛名的 英明国王 古斯塔夫三世 他是一位瑞典 优秀的立法者 战争的优胜者 文化的推动者 跟和平秩序的 恢复者 崇尚公义的他 终结了瑞典史上的 自由时代 削弱贵族 权贵的割据 进行了财政 司法 跟行政改革 另外一方面 他成立了瑞典 学院 以及瑞典王家歌剧院 后制艺术跟文化 以及教育 引领瑞典 从一个海边小国 迈向了军事财政强国 后来的他 不幸遭到贵族的报复 暗杀成功 但是他立下的法典制度 却让他深受人民指养 至今仍然屹立在皇宫旁 让世人景仰 贡献跟伟大功绩 兄姐们当场效法 国王勇敢改革的精神 我们在雕像前 举牌呼喊 我们也呼吁蔡总统应该要效仿 古斯塔夫三世 国王 落实宪法 保障人权 维护优美文化 立即平反太极们的冤假错案 这也呼吁了意大利 寒冬杂志的马可先生 他日前所发表的文章 所谓正义的吉利呼吁 万物的和平 是秩序的安宁 真正的和平 是充分的正义 没有正义 也就没有和平 第二 诺贝尔博物馆 是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文化亲善交流 有一个重要地标 就是 马可文章中 另外一个提到 落实正义的重要典故人物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他发明了致命的炸药 同时他也设立了 诺贝尔和平奖 为了协助台湾法税改革 平反太极门案 马可甚至公开呼吁 让我们提名太极门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让我们呼吁所有的议员 跟学者 透过支持这项提名 如果它真的发生了 对太极门 以及所有受苦难的人员 正义将得到恢复 而和平也将得到实现 第三 VASA 超级战舰的沉默 一个国家的强盛 必然建立到 领导者的自行 跟正义的伸张 Stockon最公推 值得一有的博物馆 竟然是一艘 失败的超级战舰沉船 这一艘 VASA号绝对是 17世纪最威风 最强大的武装型战舰 船身长达64米 高11点 宽11.7米 高52.5米 配备64重加农炮 也以王氏命名 有24000多件宝物 700多座 精美的雕像 为风凰 绝带的战舰大作 没想到 1628年 8月10号出港的时候 在众人欢腾 众目睽睽之下 竟然只航行了 1500公尺 就摇晃沉船 震惊全球 顿然成为 国际大消化 探究原因 原来是当时的国王 古斯塔夫二 是为了彰显瑞典 海泉国威 以及基于补足 折损于暴风雨的 战舰缺口 要求加快建造 跟更改原设计图 升级为最新的 双层炮塔结构 导致重量不均匀 重心不稳 安全测试也不周全 而致死了这场悲剧 最严重的问题是 为何没有人敢 对国王讲出真话 战舰沉船的时候 国王还在外地打仗 他只好先抓了船长 监造人已经去世了一年 一番调查后 呈现国王 更改设计图为主因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到底该如何收场 令人敬佩的是 国王理清事故后 并没有滥杀无辜 知此境无勇 后面的继承者 引此为鉴 要求所有的人 要回报事实 不得欺瞒 并寄取耻辱与教训 古斯塔夫三世 跟立下法典 建立了民主宪政的 公益体制 数十年间 瑞典一要成为 欧洲军事财政强国 持续厚执文化 跟落实教育 不断地创新研发 甚至两百年来 没有让国家陷入世界战争 至今 它的自治战机 跟静音浅舰 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 尖端武器 更难得可贵 是人民 人们却走向 充分运用资源的 简约风格 使得戈尔摩为 全球永续绿能之都 瑞典年年残留 十大幸福的国度 反观台湾 虽然迈入21世纪 一个监察院主动调查出 八大违法难权的检察官 侯宽人 却也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观观相互 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一路高升到 廉政署副署长 法医所所长 摧毁了许多默默付出 兢兢烈业业 正直认真的公务人员 所坚持的正义信念 一张张依照造假起诉书 所开出无中生有的税单 国税局竟然能够 联手行政指引署 抢夺人民的财产 获取案件绩效奖金 这真的是一个符合 联合国宪章的 民主法治国家吗 人权何在 公义何在 今天0626更是 联合国反酷刑日 联合国要求各国 要遵守禁止酷刑 跟其他残忍 不容到 有入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 侯检以莫须有的养小鬼诈欺 以及逃落税双重抹黑 违法滥权积押 以及限制人身自由 导致太监门师徒 人格尊严 遭受严重的屈辱 许多师兄姐因此信用破产 家破人亡 税官 更以造假的税单 像如 黄教授所解析的 违法强制执行 抢夺 修行道场的预定地 强害了修行者的精神 信仰寄托 台湾人民拒绝酷刑的自由 何在 法治何在 去年12月间 25位国际间著名的宗教信仰 跟维权专家学者 联名公开 公开书写了 信函给小英总统 要求平反太极门人权迫害案 至今都已经过了半年了 却仍闻风不动 如果以瑞典瓦萨号沉船来比喻 当时照应于 无人敢为国王的错误指示来发生 掩盖事实与真相 导致超级战舰沉默 而今 他已经被师徒 人权拒绝案 已经历经的监察院主动调查 纠正了法务部跟财政部国税局 司法院三审无罪无税 也判决确定 无罪无税 立法院也超过300位立法委员 发生要求撤销错误税单 数十本的案件专书 数千场国内外的论坛研讨会 数万者的新闻报道 正铺天盖地对国际公布正向 呼吁平反 上位者 岂能在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得来不义的台湾民主自由 是多少先人牺牲生命 恨流热血所换来 岂能纵容流氓官僚 赐予妄为 难权整肃 迫害人权 视国家律法为无误 党家一副武怨 破坏民主法治 人非圣贤 俗能无过 知过能改 善莫大焉 反之呢 如果不仅是知过不改 还意图言尔道林 欺下满上 这样虚假的民主自由 将毫无作用的宪政法治 贪在世人面前 其可笑于荒唐 绝不雅于超级战舰法沙号 沉默于世人面前 岂能不痛定失痛 确实改过 早在六年前 小毅总统上任之前 前立委 许天才博士 就洞悉这一切流氓官僚 绑架 一副武怨的窘境 提醒总统 要落实转型正义 就应该要从平反太子门 冤假错案做起 他强调 如果连简单的太子门冤假错案 都平反不了 转型正义是零分 将造成台湾经济辞滞 国家无法进步 因为这是最容易做的改革 至今看来 这些胡语仍然是 阵容发挥的金玉良言 史新也参访了 土耳其伊斯坦堡的 Tokapi皇宫 这是统治者苏丹 建立 厄图曼土耳其帝国 综合三大洲 六个世纪的文化遗产 皇宫内最高的建筑物 是一座正义之塔 是当年苏丹王俯视群臣 有好好的依法 行政认识之地 跟象征君王 施行正义的决心 乍看之下 正义之塔 还真的有几分神势 台湾总统府的塔楼 虽然已经在凯道 呼喊十多年 我还是要再诚挚地呼吁一次 小英总统 太子门冤假错案 必须平反 才能落实法税 真改革 良心救台湾 您听见了吗 您看见了吗 他三次十可以攻错 唯有痛丁失痛 大刀阔斧 才能够隔足弊端 公义使邦国高举 我们热爱台湾 更愿意守护民主自由 维护法税正义 我们必然奋战不懈 平反一二一九 如历 遭雪师们愿意 归还修行圣地 时间真正的和平 太子门在一九九六年 无端遭受政治诊数 遭检察官恶意污子 诈欺及内造不实的欠税 2007年最高刑事法院 判决太子门无罪 无税 无违反 税间基增法 无辜的被告 都获得国家业力赔偿 2020年8月 太子门的修行圣地 净召行政执行署 违法拍卖 游标或 更直接收归国有 太子门案件 持续二十几年来 都无法真正平反 我们从历史轨迹能知道 一个国家是否长治久安 老百姓是否能够安稽乐业 观看国家的 雇税是否公平公正 我非常希望 国家的领导人 能真正听到民意 必须将所有假的税单撤销 并归还太极门苗栗 修行圣地 这样才是对太极门案 真正的平反 台湾才是真民主的人权国家 最后邀请你一起来观看这段影片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